有很多人在说很多东西 但最后你必须听着自己 终于自己做喜欢的事 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猫王艾维斯普里斯来 以独特的音乐品味 演绎一首又一首 筷子人口的经典神作 专题电影猫王艾维斯 预告一出再度掀起 回忆杀 由奥斯丁巴特勒 饰演风靡50年代的猫王 花衬衫皮夹克 充满雌性爆发力的嗓音 配上经典的扭臀抖腿舞步 猫王打破种族界线 造成轰动 电力摇滚乐之王的地位 猫王的传奇人生当中 除了经纪人汤姆汉克上校以外 舍克描绘妻子普利希拉 以及父母亲对她产生的重大影响 如今电影在砍成世界首映 家人都看过 给予极高的评价 深邃五官拥有好身材 女星瑞丽克雅芙是猫王的外孙女 曾出演多部电影 也入围过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奖 演技备受肯定 面对猫王电影即将上映 但瑞丽克雅芙透露 光是看看这部电影就够激烈了 所以不想要参与演出 也从来没有讨论过 这个可能性 瑞丽克雅芙透露 导演巴基鲁曼拍摄前 曾和他的家人咨询过 自己不是不相信导演 而是出自于保护家人的心情 让他看了这片五分钟 就忍不住一直落泪 感谢剧组忠实呈现猫王的传奇人生 TVB 新闻罗川江启云 海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小铃铛 团队